石墨烯作为一种新型材料 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 应用前景广阔 被认为是一种未来革命性材料 位于城西的浙江西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多年来聚焦我市袜叶产业与石墨烯新材料的融合探索 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在企业实验室里 研发人员正在对袜子进行抗菌消臭的检测 以生产好的普通袜子 在经过石墨烯抗菌多功能整理剂的处理后 具有特殊抗菌功能的袜子就完成了 每次整理后的袜子都需要做一个测试 看看咱们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效果 一般国家要求的抗菌疫菌效果是要达到70%以上 我们整理后的袜子现在是能达到90%以上 据了解 浙江西纺新材料公司采用的石墨烯抗菌多功能 纺织成品处理技术属于第三代技术 与前两代的纤维改性纺织原材料后整技术相比 第三代技术具有性能更优 质量更加稳定的优势 以石墨烯材料再配合我们的这个纳米氧化物 那么充分发挥它的抗菌疫菌效果 那么在基础之上呢我们也会调配其他的功能 作为一种符合多功能性的产品 这样对下游的纺织产品来讲的话 除了这个功能性增加 那么整个产品的这个 附加值会提高很多 作为新成立的一家科技型创新企业 浙江西纺新材料科技有先公司 由西安工程大学王静美教授 领衔整个技术团队 将石墨烯抗菌多功能纺织品技术 转化到袜子上 该项目意见成每年600吨 石墨烯抗菌多功能袜的产能 为我是袜叶产业开辟了 低成本生产 异菌消臭袜创新之路 整个市场规模 针对于袜子单品的这个市场而言 至少在百亿级的一个市场 接下来我们会立足于 我们浙江西纺的整个技术团队 再加上我们的生产和检测能力 那么服务于整个朱季的这个袜叶 真正的让这些高端的普及到 整个袜子产业 让这些老百姓都能用得起